Hello,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我們用這個DUNO的一個板子 來跟製造的一些零件來結合 今天做的是一個自動的曬衣的一個裝置 我們來看一下屋頂,裝了兩個感測器 一個是利用這個雨滴偵測的這個板子 只要有水滴在上面就會造成導電 再透過這樣的一個導電的感測器來偵測 之前其實我們做人體約期的時候 也是用導電的感測器 可能利用這個鱷魚加線 其實同樣的感測器 也可以配合這樣的一個Y形的一個插 插在泥土裡頭就可以偵測這個 土壤裡頭的一個含水量 或者是用來偵測水溶液的一個導電性的一個部分 另外再搭配一個光明電阻 可以偵測這個室外的一個光線 現在因為現在的光線很充足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曬衣服的一個狀態 現在我要用手把光明電阻做一下遮蔽 來模擬天色變暗或者是晚上 好這樣子 動畫的部分也來做一個互動 你看到已經切換成晚上的一個畫面 那如果我再放開來的話 好就是天色變亮了 陽光充足了 它又會打開來開始曬衣服 那萬一下雨的話呢 那我這邊就不滴水 我是用手指 沾了一些水 來做一個模擬 它就會把衣服收進去 那現在的動畫呈現的部分呢 是這個下雨的一個狀態 好那如果我手放開 好那如果說 這個紙呢 可能有一些水分 要一下時間才會乾 好如果等它乾了的話呢 又會開始 推出來 開始做曬衣的一個動作 那解針回圈的話 就可以讓它反部的做一個判別 如果又下雨的話 又會收回去 好那這樣的一個案例呢 可以讓小朋友來試試看 以上